好,完成第一个袖子之后,千万不要很着急的啊,就把这个叶下这儿给缝好了,没有必要这样快,因为我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就是完成了一个袖子之后立刻缝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其实第一个袖子已经织好了的,然后我再给大家录制的时候用的是第二个袖子,因为两个袖子是一模一样的,你无论缝在哪边都可以,你怎样缝都能对称,但是 有一样非常重要,就是两个袖子,但是你要保持它一致的呀,对不对?无论我们是在加针的次数,所隔的行数,都必须要跟另外一个袖子保持一致,所以我们完成第一个袖子之后,要迅速的完成第二个袖子,按照第一个的方法来完成 假设啊,我说的是假设 假设你第一个袖子在 织的过程当中啊,不小心你最后只剩下23针 没关系啊,23针松着点收也没事 但是你第二个袖子也必须要给它保持到23针 也是如果错了的话,两个要一样错才行 这样两个袖子都对称了,就不叫错了 明白了吗? 诶,然后我们完成两个修片之后,再给它在腋下这缝合 注意了,缝合的时候,我们是将它的支正正的一面作为正面的啊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把这个当成正面啊 把正面给它这样合在一起 然后这沿这个边缝缝好啊 缝好之后再翻过来 就是它的这个正面了啊 翻过来之后会教会大家啊,在缝合计的这个位置 你们还能看出这有缝合计吗? 在缝合计的位置啊,把所有的绒毛给它 你看就用这个两个手指都轻轻的这个位置啊 轻轻的给它拔出来 它们呢,都是在缝合的过程当中 被这个缝线给绑住了,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只把它啊,恢复原状就可以了 好了,恢复好了以后,你看 所有的缝合痕迹都看不出来了,对不对? 好,两个袖子同时缝成绣筒 这个时候才与正身缝合呢 与正身缝合还有更大的技巧 它能够保证你百分之百的将袖子与正身 非常均匀的缝合在一起 之前刚学编织的时候啊 我估计你们如果有爱好者的话 你制的第一件毛衣肯定也出过这个问题 就是缝袖子的时候缝着缝着,哇 袖子都缝完了,正身还有一个大窟窿 这么长没有缝上 再不然缝着缝着,啊,正身都已经没有地方了 然后这个袖子呢,还缝了 还剩了这么长的一大段 没有地方缝,是不是出现过这种情况? 我们有方法能够把它解决得很好啊 那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坚称它的一个宽一点的一个杂质也好 或者这样的垫汤碗的这种 放在桌上的这种汤碗垫子也好啊 都可以啊,不要太宽了 太宽你根本就塞不进去 太窄了的话也无法达到支撑开它的效果 你要让它在20厘米左右 看我这个20.5厘米 你看那个18厘米的什么呀都行啊 只要是能把正身的这个位置撑开就可以 你看,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啊 可能我在给大家录制的时候用的不是这个 应该是一本杂志哈 总之都可以的啊 好 一定要记住啊 你放的时候不要扯,往这里边来的太远 要不然你的袖子就套不进去了 因为你这位置正好是袖子最宽的地方 记住了吗?实际上它缝合器在这儿啊 同学们,你看 看到了吗?有一个这么宽的一位置啊 出来这么多就足够了 袖子也就能够套到这个位置上来 知道了吧? 重点来了 不光这个是一个小经验交给大家 还有另外一个小经验是什么呢? 我们就直接在支正真的这一面 你看,头还在这儿呢,对不对? 我们就直接在它的背正面表面来 直接在这位置缝合 而不需要缝合好以后 又重印翻那个是传统的啊 我们不用那个方法 因为我们必须要根据毛线的材质 来制定不同的编织方法以及教程 对不对? 所以,要用我现在教你这个方法啊 因为,你看 我跟大家一起缝合完这个位置之后啊 你能看到缝合剂吗? 看不到,对不对? 至少第一眼看不出来啊 它像一块面料一样,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啊 非常的有讲究 缝的时候,所有的技巧 都已经在视频教程当中给大家体现了 大家在缝合的时候啊 这些具体的细节 到这个播放列表里边去找 我已经给大家都罗列出来了 按照顺序罗列的啊 你只要根据它封面上的编号 根据那个去看 就可以了啊 按照那里边的编织方法来 那里边讲的非常详细啊 就是把一大军毛线 变成这件小衣服的全过程 我都给大家录制下来了啊 好的 我们缝合的时候 就是从这个位置一点一点一点点 缝缝缝缝缝缝 缝到头啊 肩头这个位置 然后再翻过来到另外一边 这样缝好 实际上 在缝合之前啊 我们要在它的肩头这正中的位置 把别扣要给它扣好的 把两部分先连接起来 袖子和正身扣好 在这位置啊 然后呢 腋下的位置也需要再扣一个的啊 看在这位置 就是说两层都固定好了 就说两层都固定好了 你中间再怎么着 都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了 啊 如果中间啊 实在不放心 你也可以再扣一个扭扣 扣一个别扣啊 然后这样缝就可以了 知道了吗 啊 教授里边会对这个部分啊 讲的非常非常的详细 另外一个袖子 也是用这个方法啊 来完成的 好了 完成了这一部分之后 就到了 你们最最关心的环节了 哪里呢 就是帽子这一部分啊 帽子这一部分 它有着非常非常可爱的 啊 这个头部的效果 小老鼠的鼻头啊 小胡子啊 眼睛啊 小咪咪的哈 都非常的可爱 实际上方法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首先来说耳朵 耳朵呢 我们先织的 紫色的这一部分 看到了吧 紫色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是直接起了针啊 然后向上织的 织的一个长条 然后把它这个长条 给它折过来 然后沿着周围这一圈 N形的缝合 你看就缝合成了它这样子的 然后翻过来 啊 我们是在反面缝合的啊 翻过来之后就形成一个 外耳的部分 内耳呢 是单独织成的一个半圆形 然后与它 缝合在一起的 半圆形很简单啊 我们从这 从这条到这条 一共大概是 我看这多少针啊 因为这个线是比较细的那种线 当时呢 是按照宽度来的啊 应该是起了十针左右 起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正面之正针 反面之反针 最后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开始啊 剪针 往里面剪针 剪到这儿 然后中间这儿收针 剪针的时候 手就拉得紧一点啊 它自然就形成这样 抠着的 半圆形的效果了 明白了吗 同时要注意啊 我这面是反针这一面 之前跟大家强调过啊 如果小面积的话啊 它还是反针 是非常非常的整齐而平展的 如果大面积的话 我们还是觉得 正针是非常平展的 所以这个耳朵的部分啊 它是反针 当成了正面 明白了吗 包括它的这一部分啊 包括它的外耳部分 也是把反针那面 缝合的时候放里边 然后翻过来 正好反针那面朝外 在完成了两个耳朵之后 然后呢 再与头部相缝合 确立出它的中心位置 这样我们才能够 完成眼睛的部分啊 眼睛的部分 非常的容易啊 就是用勾针啊 勾针一行的小辫子针啊 小辫子针应该在 十针多一点吧 勾一行 然后反过来第二行勾 短针啊 之前起了多少针 我们就勾多少针 勾完短针之后 然后它就形成了 这样一个弯弯的部分 两个眼睛同时勾啊 勾完之后 用细针和细线 你看就这种细线 给它 把这个位置放好之后 一点点缝 一点点缝 给它固定住啊 包括睫毛的部分 明白了吧 下面一个环节呢 就是它的鼻子的环节啊 很可爱的一个小鼻子 是吧 鼻子呢 实际上非常的简单 就是拿同款的 这样的毛线 不同色的啊 我们就这样的给它 卷来卷去的就可以了啊 你看 给它绕上 尽量是各个角度绕 不让它那些线的满重乱跑 然后呢 就是更简单的一个环节了 就是拿咱们这样的细针和 这样的细线啊 在它表面 就这样来回来去的 缝两下就行了啊 缝的 要用单线啊 同学们 缝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了啊 我们只是为了将 它表面上的这些绒毛 给它固定住 看 你缝的每一针呢 都是为了 让你的这个绑线啊 能够很好的 绑住这些啊 游离着的线段 这些不太整齐的线段啊 来缝合它们的 缝的时候手法别太紧了啊 如果你持近拉线的话 就会导致你缝的 就是一个很圆很硬的小球了啊 就没有我们想要的这种 蓬松的效果了 看到了吗 你看 我们在一边讲的课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小鼻子啊 最后把小鼻子缝在这儿 就可以了 好了吗 好 下一环节我会教给大家 她的爱心型的小屁屁 以及她的尾巴 以及她的 胡须的 啊 缝合方法 下一个视频见